你像這些演員們就太多了 他們跟來這個睡跟那個睡 而且一塊睡都太多了 共產黨的體制裡面 這個已經他們不叫什麼了 是吧 而且你能睡上 你說當時他們真的 你看高媛媛這個 包括湯唯那當時 他能睡上曾經懷 那他們就不會被當時禁了嗎 你四個屆也沒事了 你想想中共可有審查的 你演什麼電影 你演了你放不了你不是白演了 那在誰手裡呢 這些所有的權利 對啊 文化界的事 所有的都是曾經懷管 你還以為誰管 是吧 他所謂的特別巡視員 但是真正的 不就是他一句話 你那所有的這些文化部長 還能比他厲害嗎 所以在這種情況底下 宋祖英就可以年年上春晚 怎麼忽然 對吧 改朝換代了所謂的 到了十八大以後 忽然他跟趙本山 一切春晚都不上了 對吧 但凡有點腦子的人 但凡有點邏輯的人 但凡有點思考能力去 想一想 這個社會你觸類 就是融會貫通一下 舉一反散一下 你想一想 在你的身上就不能發生這件事情嗎 而且你通過發生這些事情 你就不能去佐證一點別的事情嗎 你還非得看見 是吧 真是撞了南牆 建了棺材 人在死了 你才想 哦誰講的對呀 是吧 就像他們這些人 真太多太多了這樣的 都是中共體制底下的犧牲品 他們也是很可憐 他們都是身不由己 都沒有辦法 對呀 好 對呀 好 好